主要今天特别在这过年期间 有请大家来开记者会 主要是有一个旅社 有一个旅社 有一个疑似可能群聚的情况 房间就在隔壁 那入路的时间有重叠 所以我们现在是高度怀疑 它是一个旅社内的群聚的事件 这两个在基因的定序 基本上也都是Delta 日前的中镇区旅馆群聚事件 还没告一段落 现在又爆出北市 又有防疫旅宿发生疑似群聚感染 这位疑似被传染的个案 已起疑霸依 是一名30多岁的台湾籍男性 12月12日从中国返台 经过14天旅馆检疫后 与自主健康管理期间确诊 这是他在家里的 自主健康管理的第6天 也就是说 这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 他已经跟家人在一起生活 那也有一些相关的外出的行程 第一个就是他有去幼儿园 第二个他有去个超商 然后早餐店 这些都做完倾销了 确诊的CT值是18.1 那1月2号再做一次采检 二采的CT值是19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 CT值较低可能传染性比较高的 风险比较高的个案 目前北市以针对案1781周边人员 进行扩大裁检 包括检疫旅馆员工 同时间住在同楼层 上下楼层的旅客 以及个案小孩幼儿园相关人员等 至于同住的6名家人 两位密切接触者 都以旷列居家隔离中 该校的幼儿园1月3号到1月4号 我们会让他们先停课两天 等待他们小朋友的 拆检的结果 再来决定下一步的处理 这已经是第三起台北市防疫旅馆 出现疑似群聚感染事件 就像柯文哲所说 现在防疫旅馆比医院还危险 北市副市长黄珊珊 今天就在记者会上重申 北市提升防疫旅馆规格 与警戒的决心 未来除了会加强巡查督导人员 落实SOP外 这几天我们已经跟空调的机电专家 实力的查核了旅馆内的通风设计 那我们也发现了几个硬体的问题 所以我们会辅导一些防疫旅馆 要去改善 那如果不能改善的话 我们就考虑让他不能再收住 相关的检疫旅客 员工接种疫苗的间隔届满 台北市政府下周会正式公告 时间到了他务必要打满第三剂 如果没有打满第三剂的话 市政府考虑开房 我们现在持续对防疫旅馆的 防疫的作为在检讨中 那不过这些案例所发生的情况 以时间点来看 都比我们开始在做一个 全面检查的时间之前 那当然也不能大意 另外指挥中心也对稍早的 中正区旅馆群聚事件 完整基因定序做了说明 这三个个案 我们进一步的定序以后 知道他们的S蛋白的基因序列 是完全相同的 可是全基因定序里面 在058跟099 他们有四个位点的差异 那可是085跟058 或是085跟099 各自有两个位点的一个差异 虽然叫做不是百分之百相同 那可是它也是还是有相当的可能性 会是传播以后 那在一个个体身上 那刚好在病毒的复制当中 有一些些的这个变异 然后就出现了小小的位点差异 所以在经病序的原则上 我们无法排除它是有085传给058 跟085传给099的可能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分析 我们来说給氏